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6月4日开录者的快看新闻 自美国拜登总统就任以来 边境的无证移民问题一再引发关注 最近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拜登政府已经责层6个人道主义组织 评估哪些无证移民应该被允许留在美国 直到7月31日 与此同时,位在边境的德州州长阿伯特 已经指示该州官员终止与白宫签订的移民收容所合同 州内的收容所停止向无证移民提供任何护理 以及其他业务直到8月底 自1月20日拜登上任以来 已经发布了几十项行政命令 废除了许多川普时代的限制移民政策 本月2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正式终止了 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启动的留在墨西哥政策 该政策使移民机构能够使无证移民中寻求庇护者 在等待开庭时将他们留在墨西哥 现在,拜登政府的目标是每天最多接纳250名 由六个人道主义团体评估后的寻求庇护者入境美国 等候开庭 此项政策将执行到7月31日 早在今年4月 拜登第一次在国会发表演讲时 就已经强调他将做出改变 至于这些团体将如何评估 目前标准尚未公开 这项政策将开始于德克萨斯州 并扩展到亚利桑那州 而今年以来 美国边境涌现大量无证移民 已经使当地州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对此,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现在做出回应 他只是该州官员终止与白宫签订的收容所合同 到8月底 所有收容所必须停止向无证移民提供任何业务 阿伯特认为 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德州应对联邦层面的问题 他并且称称 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允许大量毒品和帮派成员涌入 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受到威胁 而联邦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来保护他们 因此 他宣布德州与墨西哥边境沿线进入灾难状态 长期以来 阿伯特一直呼吁打击无证移民 而全美范围内有200多个有执照许可的移民收容所 其中有50多所位于德州 专家分析称 德州此举或许导致4000多名未成年无证移民被德州驱逐 并被转移至条件更差的紧急庇护所 另外 这也可能为其他州树立先例 进一步影响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两条国际快讯 印度尼西亚一个机场遭到当地暴力分子袭击 造成三人死亡 日本东京奥运会网站上一张日本地图中 出现了与韩国有领土争议的岛屿 此图引发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 当地时间6月3日凌晨5点30分 印度国内巴布亚分裂主义分子 武装袭击了该国卫在巴布亚阿明拉古拉嘎机场 摧毁了机场指挥塔 并造成三名平民死亡 另有三人受伤 两架飞机被烧毁 直到当地时间8点 印尼警方与特种部队给予还击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战斗 击退了袭击者 此外 根据韩联社报道 东京奥运会官网上 有一张标有奥运火炬传递路线的日本地图 日本岛跟线上方标出了一个小点 被标记为日本领土主岛 韩国称其为独岛 两国都声称对此岛拥有主权 目前岛屿被韩国实际控制 国际则称此岛为利洋库尔岩 美国一直支持日本和韩国将岛屿争议 交由国际仲裁解决 但韩国外交部坚称 独岛是韩国固有领土 因此不属于外交和司法解决范畴 也因此拒绝了日本将争议诉租国际仲裁解决的建议 日韩双方针对地图的生意逐渐升温 韩国方面甚至出现了抵制奥运的声音 给一波三折的东京奥运会 又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日前 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一位 Black Lives Matter 简称BOM组织的分会创始人 分享了一段视频 指出他认为这个政治组织的真相 就是该组织对重建非裔家庭 和提高非裔学生的教育质量根本漠不关心 拉莎德·特纳于2015年在圣保罗成立BLM的分会 而他在今年5月26日发布的视频中说 特纳是迷尼阿波里斯人 小时候父亲被杀 母亲无法照顾他 有祖父母把他养大 并且告诉他 如果他要改变自己的生活 教育就是答案 特纳在学校十分勤奋 成为家族中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 和教育硕士学位的人 他相信教育有改变人生的力量 所以他要致力于帮助其他非裔同胞 获得良好的教育和工作 特纳说 他最终从BLM辞职 因为他意识到BLM并不关心改善非裔儿童的教育机会 更不关心家庭的重要性 BLM组织成立于2013年 2020年5月25日 回应乔治·佛洛伊德之死 以该组织为首的抗议活动在全美爆发 虽然这让许多人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想法产生了共鸣 但也有不少人开始反对 BLM演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而不再是追求种族间平等与改善实际生活 开录者快看新闻 在每周二和周五都将在节目中问一个小问题 欢迎大家对我们订阅点赞并且留言回答 而且我们会同时公布上一期回答问题的留言中 中奖的幸运朋友 若您是在美国 我们将赠送您开录者非常受欢迎的产品 奉献价值50美金的国语版伴我同行福音随身听 若您在其他地区呢 我们也有惊喜的礼品奉上 上一期的奖的朋友就是Larry King 恭喜您 更感谢您对开录者快看新闻的关注与支持 还请记得赶快扫荧幕上的二维码 联系我们的小编 留下您的联络方式 好让我们将奖品尽快盛给您 而这一期我们的问题是 美国哪一周决定终止与联邦的收容合同呢 您知道的话就赶快留言哦 回答截止日期在下周一的下午五点半 请千万把握机会不要错过 很期盼那位幸运者就是您 另外也提醒您 明天将要播出的快看天下事 也请记得不要错过收看哦 再次提醒 请记得开小铃铛订阅我们 点赞并且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并且订阅我们下期再见